车祸现场30米深谷 前方的银色休旅车 头下脚上整辆翻过来 一旁坡道陡峭南爬 转头看看这辆车 整辆翻覆坠地四轮朝天 满地都是车上杂物 车窗也全部碎裂 五人受伤情况很危急 两名伤患一动也不动 被送往医院抢救 另外三人轻伤坐在车祸现场 满脸惊吓 根据了解车祸地点 在藤芝森林游乐园 连外道路19公里处 三滔派出所往游客中心的方向 休旅车坠落30公尺的深谷 当时车上五个人 前座驾驶跟副驾驶当场抛飞 副驾驶重伤抢救不治 而后座三人则是轻伤 自市区前往藤芝地区访友 围于回程中车辆疑似因为马力不足 而导致车较滑落翻覆 高雄藤芝山区山路蜿蜒陡峭 究竟是路况不熟还是车况有问题 五名富人出游房友翻落山谷 一死四伤天人有隔 车祸主因还有待调查 解高雄综合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